这本子拿来当卷头睡觉真不错 拿来吧你 好 我们打开机器 这是机器自带的电源适配器 这款的话我看一下是230瓦 表面塑料材质磨砂处理 然后的话还是比较友好不长指纹 然后这里看到的话是拯救者的一个英文logo 然后这里有个小外灯 这是Lenovo的logo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侧的话是一个二合一的音频接口 然后一个雷电式接口 这一侧是电源 然后USB一个HDMI 然后两个USB 这一个USB的话应该是带充电功能 就是你关机之后呢 还会持续供电 然后一个雷电接口 一个网口 这一侧的话是一个USB接口 然后再加一个摄像头的一个电子开关键 支持单手一百八十度开盒 还是比较顺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屏幕的话是15.6寸 然后三边窄边宽下巴一指宽 我们再看一下键盘 键盘呢延续拯救者的全系列 都是全尺寸 整个的按键回答力度跟我们上期测的Y9000系列 还有R9000系列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同样都是方向键都全尺寸的 数字键盘这里还带一个回车键 比较OK的 然后我们能看到这里的话 还是FN加Q的话 还是有三个功能模式切换 蓝色的话是半功模式 白色的话是均衡模式 红色的话是狂标模式 好吧 然后这是一体式触控板 按键的话比较适中 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底部的话除了有加高的一个脚垫之外呢 我们看到跟9000系列的话有不同了 这个都是一个风模式设计 好我们测一下机身重量 2430克 电源适配器 860克 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结构 首先我们能看到散热模组 是一个三铜管双风扇的一个四出风口设计 然后两块热均板 然后这里覆盖的南桥位置 这是内存 这是硬盘 然后这里留了一个硬盘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电池 电池的话是80瓦时的一个大电池 两个喇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存 内存我们看到的话是三星的一个3200频率 单面4颗粒 双面8颗粒 这下我们来看一下云场的固态 我们能看到的话 采用的固态是三星的PM9A1 4.0的固态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固态了 再来看一下网卡 网卡采用的是英特尔AX201WiFi6网卡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 能看到预留了一个固态插槽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里预留了一个M.2接口的一个固态插槽 这是原装自带的一个固态散热架 拯救者插件才能开机啊 大家记住啊 你好我是小娜 要我来帮你 有三个模式可以选择 可以用电脑上的电脑管家打开 也可以用键盘上的快捷键 FN加Q来选择模式 很疑问这款Y7000P的系统默认是显卡模式 并不是上期那款R9000P的系统默认显卡直连 也没有系统姿态的一个教设软件 3050Ti是2560的CUDA数 然后GD6的显存 海力士的颗粒128位的显存位宽 4G等显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器 i5-11400H 硬盘的话是三星的PM981A 一个4.0协议接口 这个好评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的 支持WiFi6的AX201 内存是三星的 单面4颗粒 双面8颗粒 屏幕是友达 这个很不错 电池容量是80Wh 上面显示预计续航时间3个小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鲁大师 总分124万分 处理器也挺好 60万分 显卡28万 硬盘的读取速度是5495 写入的话3326 总分是7512 4.0的接口 真的是香 25常规的跑分 1556分 已经算不错了 220多核跑分 3927 单核是566分 最大值1556 最小值1534 差值26 总体的数值比在3.98 最高的主频达到4.48 温度控制也很不错 平均温度76度 最高温度83 功耗在69.3瓦 最高功率73瓦 再来看一下显卡 显卡的一个频率维持在1567Hz 最高1635 温度保持在一个78度 平均功耗95.2瓦 最高功耗达到97瓦 双考情况下 CPU频率在3.5G 最高的话是3.7G 平均温度85 最高温度87 功耗51.8瓦 最高59.6瓦 显卡平均频率1570MHz 最高1800MHz 平均温度80度 最高温度81度 平均功耗在79.4瓦 最高92.6瓦 看一下室温是27.9度 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下方 37.2度 右转轴38.7度 左转轴36.7 ASWD 键位置是34.1 键盘中间38.4 右中34.7 掌脱27.9 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温度都不探索 散热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 好评 环境分贝是35分贝啊 屏幕中间54 出风口的话是59.6 左边60 人声位置的话是46.6 对于一个游戏本来说 这个噪音已经算还可以了 如果说在安静的环境下 可能会有点吵 我们来跑一下3DMark 显卡跑分5984 再来看一下PCMark 产用基本功能7114 生产力7381 数位内容创作8099 总分5391 按照常规我们来测一下吃鸡 目前是1920x1080三极致的模式下进行游戏 上飞机时20多帧出头一点点 跳散的过程中帧数没有什么变化 在对枪的情况下帧数是157帧 CPU75度 CPU占用率在36% 显卡71度 显存占用率90% 使用烟雾弹的情况下帧率在111帧 我再设置一下最高模式 室内是109帧 在野外开车的话是91帧 帧数是有点偏低 CPU达到70度 CPU占用是28% 显卡是61度 占用是93% 总体的情况上来看比较适中 操作起来没有任何卡顿 接下来测一下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开局451帧左右 屏幕分辨率我们设置在1920x1080 的一个超高模式下 我们来看一下CPU是57度 GPU是56度 显存占用17% 众所周知 路好路压根就不吃显卡 所以就没必要纠结这个显存问题 回到线上帧数在200多一点 加速10分钟 在冰多情况下 帧数在70多帧 丢技能散现 也不用说 会出现什么卡顿 很流畅 压根不影响我补刀 会不会觉得很亲切 我只想要拉住楼面 好好的说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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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悲者 悽者